人有穷相,一生白芒 普通人的穷相,就藏在这三天里 现实里我们总说 某些人一脸穷酸相,注定一辈子复不起来 其实呢,这里的穷酸相有时候不只带容貌 而是一个人的为人处事方法 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对路了 脸覆是大概率的事情 反之就会一直受穷 一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哈佛大学 曾经有一项针对七毕业生的研究 研究追踪了他们长达25年的表现 结果发现,凡是能够坚持一个目标的人 最后几乎都成为了业界大牛 而中间半途而废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大的成就 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尚且如此 普通智商的人恐怕更是这样 坚持与否就成为了一个人能否辩赴的标准 我朋友圈里有个熟人 毕业后进入了一个不算太好的行业 几年过去了 他没有转行 还是在这个行业里耕耘 当时很多人笑他傻 还要花那么多年提升学历 真是浪费时间 但是现在看来 他确实熬出头了 拥有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高薪且稳定 他这些年的坚持也确实有了回报 现实里 有些人其实太聪明了 总是频繁更换自己的行业 职业 然而在这个更换的过程里 他们却没有足够的时间积累 所以无论在哪个行业里 他们的竞争力都不强 无法脱颖而出 这也是阻碍他们变富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有自知之明 现实当中 一个人的能力固然重要 但是外界的平台和资源同样重要 如果一个人能够准确评估自己 他就更容易找到匹配的资源来实现发展 相反 如果一个人总是高估自己 或者低估自己 那就很难匹配到合适的平台资源 最后 变富就与他们失之交臂 几年前 我的一个朋友打算提升学历 再读个研究生看看 杜杜金 当时的情况是 很多考生都会报考一流名校 而我这个朋友却没有 他准确估计了自己的水准 还有当时的竞争情况 然后报了稍微差一点的名校 后来 他如愿被录取了 而之前那些报名的考生 多数都落榜了 这 就是有自知之明的好处 现实里 有些人总是高估自己 比如 有些人一直在打工 没有做生意的经验 也没有投资经验 但他们就是相信 自己可以通过生意跟投资 一夜报复 然后匆匆压上自己多年的血汗钱 还有家人的钱 最后的结果 往往是血本无归 这 就是缺乏自知之明 导致的穷相 咱懂得钻研游戏规则 现实里 绝大多数人 都是足够勤奋的 但是对游戏规则却不了解 最后被懂得规则的人 站了先机 爬到自己头上 其实 不断钻研游戏规则 跟努力同样重要 我刚开始工作时 亲眼见到公司里 一个能力不怎么样的人 连续升职 后来我总结出 这个人很善于跟前辈 领导 联络感情 所以他更容易知道升职的规则 也就可以迎合这一点 而同时期 还有很多同事业绩不错 却没有得到升职 说白了 就是缺少了对规则的了解 现实里 普通人不要埋头傻干 而要时刻了解自己所处的游戏规则 在单位里 如何更好地升职 在行业里 核心竞争力到底是什么 如此努力 就更容易有地方时 获得致富的结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